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他还担任着海外华人基金合伙人公司总裁 中国巴菲特加拿大合伙人公司总裁 唐伟真财富俱乐部主席团主席 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荣誉主席 连续三年E-Trade Canada顾问 湖南同乡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创会副会长 家中生物医药科技发展协会理事长 2004年亚太总裁协会主办的 世界最伟大投资人巴菲特投资理念与实践 中国报告会特邀唯一北美华人巴菲特专家 2005年亚太总裁协会主办的 省市长与总裁经济合作高峰会议特邀嘉宾 北京匿云县经济高级顾问 中国商业联合会举办的 0506华裔经济领袖影响理论坛及区域经济合作洽谈组委会副主席 首届北美华人财富论坛多伦多峰会主席团主席 这些耀眼的光环看起来是那么自然而然的落在了他的头上 正是因为唐伟珍以自己十几年传奇的投资故事 过人的投资天才 敏锐的投资目光 户内的投资精神 使这一个个光环更加璀璀夺目 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宽客的领域 是一个人们都需要接触和认识的一个领域 1996年的时候 唐伟珍创立自己的投资与信息咨询公司 在金融这块新的领地里 他不约而同的和金融大亨巴菲特采用了同样的经营策略 那就是不赚钱不收费的原则 也就是为顾客和自己从市场上赚钱 而不是从顾客身上赚钱 而且他利用自己勤奋好学的长处 对美国的股票 货会基金 外汇买卖 外汇期权 和金融期货进行了深入仔细的研究 在长年的投资中获得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从容地保持每周百分之一的回报 每年则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二以上 像这个巴菲特的这个应该说是投资界的圣子 像陶伟真这样的 巴菲特式的特别是亲信的是华人的这个投资的理秀人物 当然身为龙的传人 他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虽然中国的股市依然是那么变幻莫测 存在着那么多不定的因素 但是唐美正认为自己的投资理念与实践 对于任何一个资本市场都是盈利的法宝 而中国也同样关注着这个在加拿大创造奇迹的唐美真 2004年亚太总裁协会主办的 世界最伟大投资人巴菲特投资理念与实践中国报告会 唯一特邀唐美真作为北美华人的巴菲特专家做了专题报告 同时他也在北京行政学院和上海发表了 有关巴菲特思想研究的演讲 2005年天下华人杂志封面人物选择的唐美真 2005年亚太总裁协会主办的 中国部分省市长与总裁经济合作高峰会议 特邀唐美真作为嘉宾出席会议 大中华地区出版发行的《投资有道》杂志 把唐美真评为2005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中国金融门户网站中金在线 在2005年以中国巴菲特创造财富奇迹为题 对唐美真进行了全面报道 雅虎财经与阿里巴巴网站已在2005年 以利用独特的财富理念与技巧在北美投资获利 介绍了唐美真的传奇故事 此外新浪财经的财富人物专栏等数十家大型门户网站 西安电视台和西安证券报都争相报道 唐美真在北美金融业淘金的长工事 中国国务院直属的出版机构《经济日报》出版社 也出版了由唐美真撰写的《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 并由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为该书作序 2006年在上海交大浙江大学等高校 唐美真为企业总裁和银行高级经理培训班 做了专题演讲 引起听众极大的兴趣 还在上海东方卫视第一财经频道 做了题为《中国奇人教板巴菲特》的电视专访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加拿大期间 举办的家中贸易论坛会上 唐美真也作为入选的家国华人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 2006年由唐美真财富俱乐部 投资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主办的首届北美财富论坛 是一个用新的财富理念举办的高峰会议 谱写了华裔财富创造的新篇章 2007年2月 北京华人世界第二期 以唐美真的巴菲特之路 对唐美真做了专题报道 2007年3月 唐美真所驻《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 荣获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 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最佳财经著作奖 2007年6月23日至7月5日 应邀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翠公饭店 中国传媒大学 上海新锦江饭店 湖南长沙华天大酒店 中国民族证券等地 就中国股市与财富系列开办讲座 2008年2月2日 唐美真又将目光投向火热的演艺市场 投资主办2008年加拿大华人春节联欢晚会 并首次使华裔综艺晚会打入当地主流电视网 他本人在晚会上捐赠3000加元 给大多市公益金 并向湖南省捐赠10万元人民币 帮助灾区人民抗动救灾 2008年3月 中国外贸杂志将唐美真选为封面人物 2008年3月14日 唐美真因凤凰卫视的邀请 专程到美国洛杉矶 接受名为《枫叶之爱》的电视专访 2008年1月 是唐美真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于2007年6月 在投资与信息咨询公司的基础上 成立的唐美真金融集团 获得了加拿大安省证监会批准 资金发展速度更是以千万元为单位递增 标志着在抢手如临的北美金融市场上 唐美真已经寄身其中 其实力与影响力剧增 一个海外金融企业家的眼光 悟性和雄才胆略 正在创造海外华人新的历史 有人这样说 唐美真是一个具有独特财富理念与技巧的金融企业家 和可以创造财富奇迹的人 从一个网络鼓坛风云人物到北美人气最旺 功力最深的金融企业家 成为北美华人巴菲特索罗斯 并一贯坚持不赚钱不收费的原则 无一不体现出唐美真的功力 胆量与合理性 与投资人利益一致的高度结合 正是这样一个可以无限放大自己思维的天才人物 正在续写着一个为自己和为别人创造财富的故事